今天上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一期题为经济再平衡 从复苏到高质量增长的中国经济简报 诗航预计 今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达到8% 2022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1%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根据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简报 中国经济在全球疫情持续反复的2021年将实现8%的增长 这固然是一个亮眼的成绩 但8%的增速所导致的低基数效应消退 也给明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带来了很大挑战 世界银行预计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明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1% 增速虽然有所回落 但中国经济将更加稳定地向着高质量增长转型 这就是根据基础的影响 世界银行的报告还指出 继续优化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推动中国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 这些举措都将给中国经济未来的中期发展 持续提供动力 reforms 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an help lower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lift domestic consumption or introducing wider usage of carbon pricing with power sector reforms and additional green financing instruments can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谢谢大家